知道了我马上知道 长洁快帮我抓住他 谢谢啊小姑娘 但是前期刚好我有急事得马上走 我改天请你出发 没事没事 姐你去忙吧 我也还有急事呢 谢谢 糟糕怎么办又迟到了 你怎么才了 文总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你又不是不知道 瑞雪 刚刚我在路上帮了一个大姐 她 就你善良 人家需要帮忙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好 我们是换伙公司的 约了文总见面 不好意思 文总不想见你们 为什么呀 没有为什么 文总不想见你 你看吧 都是因为你 我是因为跟你多年闺蜜 才跟你合伙开公司的 你现在倒好 还搞不清楚状况 我好不容易才约到了文总 你去帮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 现在好了 投资拿不到了 文总也见不到了 下个月公司的开销 你来出 要不我再等等文总 等会遇到了 我给他振动道歉 要等你自己的 女士 这是我们的办公区域 你这样会打扰我们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怎么还在这儿 文总特意吩咐 是不会和你们公司合作的 是你啊 姐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今天约了客户见面 结果迟到了 客户就生气了 不愿意见我 所以我在这儿等等 想给他郑重道个歉 那见着了吗 还没有 好 要我说呀 你就别等了 就因为你迟到几分钟 就怀疑你的诚意 不跟你合作 只能说这个老板 他的格局太小 就算你道歉也没用 不合作一半 今天你帮了我 走 我请你吃饭去 谢谢姐 我还想再等等 行了 不跟你合作呀 是那个老板的事 那我改天再请你吃饭 再见 姐姐 小姐 毕业这么多年没见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啊 诶 你在这里上班吗 啊 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和麦娅集团有合作 所以我过来了 哦 这样啊 那你认识文总吗 认识啊 怎么了 本来我们和他有个项目要谈 结果我迟到了几分钟 就不愿意见我们了 嗯 那这样吧 我明天跟文总会见面 到时候 安排你们见个面 认识一下 真的 太好了 谢谢你 走吧 妈 这是公司 叫文总 知道了吗 哎 对了妈妈 花火公司的负责人 你认识吗 花火公司 那个女孩 对 甚至 但人不足 啊 妈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误会 我自己亲眼看到的能有什么误会 你还有多久到呀 我们就要迟到了 啊 对不起对不起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走路都不看得点 不好意思啊 我这几千万的项目方啊 你赔得起吗 不好意思 总之呢 这家公司我是不会考虑的 那个人对人的态度 我印象太深刻了 从一个公司的管理层 就能看出这个公司的水平 这事就到这儿了 哎呦小姐 你交朋友 谨慎一点 喂 姐姐 我想你和文总之间有什么误会 误会 这样 我明天组个局 你和文总当面说清楚 谢谢你啊 小姐 姐姐 见到文总了吗 还没 姐姐 我跟你共事那么久了 我发现你真不适合做老板 你压根都不知道你自己要干什么 所以我现在决定自己当干 以后咱俩就是竞争对手 哎 哎 吉总 辉总带着了销售部的所有人 还带着了和文总的那个方案 什么 喂 姐姐 我是小姐 文总我给你约好了 太好了 谢谢你啊 是你 姐 咱们真是有缘分啊 又见面了 嗯 对了 上次那位老板见着了吗 没呢 不过还好我朋友帮我清新搭桥 今天约了他见面 那他人呢 可能 耽搁了一会吧 那今天算他迟到了 一会他来呀 别给他好脸子 嗯 雷总 我已经打听好了 文总就在这里吃饭 好的 我知道了 吉记 热血 文总 您到了 文总 文总 这位就是我的朋友 包括公司的负责人 姬姬 那他是 他是我之前的负责人 原来是我弄错了 项目书带了吗 您这就签了 如果我的负责活上是你 愿意相信你 文总 我觉得您可以先看项目方案 再决定负责活吧 你不认识我了吗 之前我拒绝跟你们合作 就是你 我这个人他合作呢 我这个人他合作呢 便看重的是合作变相比 想要你弄的 姐姐 我觉得这个空气不太好 他不想放你一场 谢谢您的信任 你啊最应该感谢的是小姐 对 来 谢谢你小姐 对不起对不起 这 我能 妈 哎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